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 trade的频道 我是Kalina 今天呢是Happy Friday 那在这个周末到来之前呢 就不跟大家聊太多太多这个硬的话题 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很多小伙伴一直在问我的一些话题 我有口吃了 就说为什么每次我都会买在高位 为什么呢 我每次这个最高的时候都会被套牢 那小伙伴你在问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不知道 首先呢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样知道这只股票的呢 那如果是说你是听朋友说的 甚至大家都在吵着这个股票的时候 你进场是不是未必有一点点太晚了呢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你trade什么样的股票 交易什么样的ticker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叫做range的东西 range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的高位和一个support level 就是一个主力点和一个support level 那这个level呢 其实有一个月的三个月一周的甚至有一年的 你要找到了这个range的话才能很好的做这个波段也好 这个短线也好 日内交易也好 长线也好 那我们这个channel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些day trade的一个技巧 和我的一些日记和心得 所以呢今天就拿出来三个ticker来跟大家这个简单的来说一说 这个range到底怎么样来看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range里边去做这个交易 那怎么样我们不会自己这个每次都追高 每次都套牢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个第一支股票 打开这个任意一个看图的软件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btx 以前有说过这个历史的其实最高点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大概是90块钱左右吗 可是最近它并没有在这个区间去这个交易 它自从90块钱5月3号左右的时候一直一路跌下来 然后呢其实它这个range是在这个13块和这个21块5左右的期间了 那最近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区间很活跃的在这个波动中 那为什么你觉得你会被套牢 那不管你是15块钱进的16块钱17块钱18块钱 其实都可以 但是你要自己在这个 我有口吃了不好意思 在自己这个enter这个tree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你什么一个位置要出来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profit target是什么东西 今天比如说我们是17块7毛5进的 那你就要知道你是想18块8毛5出呢 还是19块出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就在一个range里边去做这个交易了 那这个一定要找到它这个最近期的一个阻力点是21块4毛5左右 然后呢一个support是13块2毛4那在这期间的话 其实呢你可以这个做任何的一个操作 我呢今天做的操作呢是大概17块5的时候一一早早盘的时候它会跌到17块1毛7我是17块5的时候买进 然后是18块5的时候卖出并没有卖在一个最高位 嗯它有到19块但是永远都卖不到一个最高位你也永远买不到一个最低位 那我们做daytree呢其实就是吃中间的这一块肉嘛 那你主要是找到了这个range来吃到中间这块肉就ok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太担心 不是担心 太贪心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btx呢就是我上前两天也说过了 我也蛮喜欢它的 因为我看它今天在19块左右荡漾 然后呢下一个阻力点是21块4毛多嘛 估计下个星期应该会突破21块了 那如果突破21块5的时候呢 我就会做shorting去这个做空这个股票 那如果说还是在19块20区间这个range里边的话 我可能是18块818块5买进 然后是19块119块2卖出都有可能 所以很多小伙伴问我说啊这个还能不能买进 这个能不能买进 有人问我CLOV能不能买进 PDX能不能买进 AMC能不能买进 还有这个 还有什么忘记了 反正这些股票能不能买进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是跟着它的形势走的 并不是说 嗯它今天跌了很多我就不去交易这个股票 涨了很多我就不会交易这个股票 什么样的股票做daytrader不会交易呢 它的range是没有的情况下 没有range的情况就是说我们没有盈利的空间 空间是2块钱 那可能我们的波动是2块钱就可以赚到2块钱的这个range 那如果是10块钱的话那当然就可以赚到10块钱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前两天我们做AMC的时候 就AMC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最高点是77块嘛 然后呢它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一个高位 它这个77块算是一个gap up short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partum 那那一天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再跟这个long 因为不知道它会升到什么一个地方还蛮担心的 当天呢它的那个volume非常的高 那第三天吧应该是第三天的时候它就直接应该是跌下来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可以看的不是很清楚 在那张图上边 但是我们是从这个66块钱左右的时候做shorting 然后呢39块钱那一天39块钱那时候cover回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三十几块钱的一个range 那这个才是真正可以交易 可以进入到这个trade的一个这个非常有魅力的点 所以我们不管是做long也好做short也好 任何一只股票一定要找到这个股票可以交易的range 我们才能找到我们最大的这个盈利空间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只股票 好的下一只股票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下个星期 可能要做这个shorting的一只股票比较关注的 它就是SPCE 不知道大家以前没有去过这只股票 这个股票呢它那个是历史最高位 应该是62.72 然后呢它今天的gap up非常非常多 到了57.38这样子 它还没有到50的历史的那个逐利点resistant 所以呢应该下个星期一的时候它有个push 然后呢再有个morning panic 再加上一个gap up 估计到了62块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手去short这个股票 这个也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典型的说的这个是一个 这个bounce short 就是说它以前呢在一个历史高位有一定的这个成交量 然后呢把它推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方 那过了几个月之后突然又有这么一天 然后呢它的股票呢就被推上来了 然后推上来的情况下呢我们大家想一下这个心理学 上次在62块钱的时候我们很多小白进去说哇这个股票会涨 大家都去买都去买 有的人是58 59 60 61 62的时候买进来的都被套在那个地方了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它又一次gap up的时候呢可能这个56 57 58的时候 大家上次配套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解套说我赶快要卖出去不想再套在里边了 那这个下个星期我们看它走势如果还会再推动一些推到62块钱左右 甚至60和61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完全可以做shorting的一个partum 所以就没有什么担心了其实这是做这个day trade 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一个discipline一个自律再加上去研究大家这个心理学的一个过程 那这只股票SPSE呢它今天做shorting的很多这个小伙伴或者是show seller 其实他们是很没有耐心的因为它没有到那个历史的足利点 正常的心理学来讲说今天有很多人在卖这个盘就是因为以前被套牢了 可是在最高点的时候你没有去做show shorting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蛮危险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我在讲这个做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概念了 但是可能刚做这个做空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的小伙伴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最近可能有很多小伙伴赔了钱或者是有一些灰心 希望你们呢都不要这个太在意 因为虽然赚钱呢是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特别是做这个day trade呢它真的是一个business 而且呢真的是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可以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day trader 我也是每天在学习也希望你希望大家希望各个小伙伴都能耐心一点 然后呢我们多学习一些不要听其他的博主给你介绍这个股票好 你就去买这个去追高这样子的话是对你不负责任对你的钱也不负责任 好了那我就不说太多因为今天是周五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拜拜